哎呀 我确定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苹果乐园 高山苹果园 然后下面万丈深渊 哎大哥你在干嘛呢 在打麻将呢 嘿嘿嘿嘿嘿 过来瞅瞅 我听到霸弯 你是在放羊吗 我为什么知道它在放羊 因为它带着这个 这个就是放羊的专用工具 来 给大家示范一下 呼呼 只要车子有点油 海哥带你凉地球大家好 这里是黄河边上 我们从太极湾来到了乾坤湾 这里是乾坤湾的边上 大家看到了什么 哎呀 这马路边上到处都是这东西 馋了好几天了 哇这个好吃 哇 要把这个枣都干掉 到处都是啊 啊这没虫 这个没有虫 嗯 哎呀对了又吃到虫了 大家想吃枣来陕西 来黄河边上 不过山西也听说很多枣 甘肃也有 但是这里的枣 嗯脆 不枣啊一定不能柴一定要脆 嗯 嗯 有一个枝头子够你吃的 嗯 弄不够 如果不吃 那也浪费了 全部会掉了 啊 房子上面好多 但不吃了够了 嗯 这个这个放都没地方放 拿个袋子装一下吧 你们好 好 你这里的枣子怎么这么大一个啊 这个枣有没有人要的 没有 还不能吃 还不能吃啊 还没熟 好 好 再见哈 嗯 再见 哇大枣之香名不细传 你看这枣子 好诱人啊 红的 青的 哇 这 哎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枣 刚刚那边老人家说哈 这边枣子是没人要的 所以我们不算偷啊 哎呀 坐在车里就可以偷了 哈哈 我们买东西吃这个吧 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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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路 还没再够了 离开国道 拐上了一条乡村公路 越望离开 路况越来越陡峭 这难道是上山的路吗 我嫁给你 起来 你们的小人 啊 这边都没见过 你怎么搞的 而且 好 我就走啦 Foods 一般 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来吃苹果了 有口福啊 哈喽啊姐姐们你们在干嘛呀 这是摘什么 摘三枣啊 你这苹果熟了吧是吧 苹果熟了吧 苹果熟了吗 没有 还没熟 苹果有下苹果 虾皮股没有熟呀 这个是红富士吗 红富士 什么时候熟啊 现在就熟了 现在就熟了 刚才问你说熟了没有 你说没有 虾皮股熟了 秋苹果没有 秋富士没有 秋富士还没上 秋富士还没有马道的 现在夏富士有了是吧 夏富士有了 夏富士人家都有卖了的 鹅村都没有卖了 你们是这个村里的吗 好嘞再见了 再见 我所看到的这一边全是苹果 哇你看那个苹果多漂亮 有多红你看 红艳艳的那个苹果 在这里又看到一棵梨树 哇看一下有 硕果雷雷啊 好大一棵梨树啊 我确定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苹果乐园 高山苹果园 然后下面大家看一下 是万丈深渊 这里有位老爷子 你好 啊大哥 还以为是老爷子呢 原来是位大哥 哎大哥你在干嘛呢 在打麻将呢 嗯 嘿嘿嘿嘿嘿嘿 过来瞅瞅 打麻 我听到霸弯 大哥在打麻将呢 大哥 你是在放羊吗 放羊 我为什么知道他在放羊 因为他戴着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放羊的专用工具 来 给它示范一下 哇 半天才有动静 你想想在这里有多深 哎大哥 大哥 你沾过来一点 你这里 这里好深啊 别掉下去 模式 模式 好家伙 我要给大哥抽着烟 大哥 贵心啊 姓李 姓李啊 干什么呢 我们是旅游 然后做纪录片 听懂了吗 就是一边旅游一边骗 请问一下大哥 这个是什么村的 贺家窝 白家窝 白家窝坑 窝坑 还是没听懂 大哥在打麻将呢 我觉得这是个好地方 悬崖峭壁 这里跟贺家窝没什么区别 告诉大家这里是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 本来想离开贺家窝了 离开了窑洞 离开了黄土高坡的沟壑 奔向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没想到今天又来到窑洞 等于说下了一个贼船 又进了一个贼窝 大哥 莫哥手 走了 再见 再见 你这个村叫什么村 北家窝坑 还是没听懂 小北的北 白 国家的家 窑洞的窑 科学的科 最后一个字没听懂 科学的科 科学的科 白家窑科 还有这样的名字 再见 今天来这里 是因为受到隔壁老王 就是海派王哥 他的邀请 这是他的家乡 现在我们马上要去见王哥了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跟着我走 好 我跟着你 从榆林的清建 抵达延安的延长 除了高速以外 山路就足足 开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前面带路的 就是海派王哥 我们调侃他为 隔壁老王 老王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这是老外生女儿 你妈是女儿 我姐 这是谁家 我姐家 你家呢 我家在鼻子海洋 知道吗 我 跟我家一样 哈哈 不能空手进门 我来拿东西 再拿东西 好 你好 那位是 我姐 王总的姐姐 这是外生女儿 这是你女儿 不是 这个是落伞 我还是一点搞不清楚 这是我二姨 这是我二舅 哦 二舅 他大舅他阿舅 都是你舅 哈哈哈哈 来来 我们也带大米 东北的米 还有呢 车上还有呢 一会儿再拿 那又行了 不要带东西 这个在长压台 给咱们卖的菜 肉 这把肉先给你放在表象里边 好 别想拿肉 好 有把隔壳 先坐 大哥先坐 我是出了赫加巴的窑洞 又来到这个窑洞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咱们这窑洞不漂亮 哈哈 这窑洞干净 没得很 这个不潮 这个有猪猪人 这个上面有通风 他那种窑洞上面没有通风 就是就是 我看生活辣的 笑笑话辣的 哇 这个院子不错 他们这里都是种这个苹果 哇 到处都是 特别短 哦 条款太短了 大家看看这个苹果有多大 你先吃 这一会儿最好吃 最好吃 哎呀 从哪儿这个不够 没有 这个不够 没没 抹是 抹是 嗯 这个苹果比我大 这个苹果要吃饱 这是你家吗 这是我家呀 哦 我外甥女 老实强调你外甥女 就好像不知道你是你外甥女似的 嗯 你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你是他旧吗 哈哈哈哈 姐姐 你好 你好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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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村里大不大 不大 有多少户人家 有多少户 哎呀 有多少户 有个不到20户吧 不到20户 我感觉好像住在山顶 嗯 他这都在山顶 是啊 我一路过来都是山顶 嗯 这比较冷一点 喝点水 喝点水是在沟里面 喝点水 在半山顶 在沟里面 这个是住在山顶 不一样 半山顶的话能软一点吗 山北这边人呃 原来都在沟里面 现在桥价号子全部摆上来 以前我们旧摆上去这个 这个底下就是这个 这个底下 外头 你们主要的农作物就这个 哦 平安顶 这次主要不做 大家捡年 有点浪子打了 捡的不多 今年被冰雹打了 今年捡的少 春年好多 春年能套个七八万 今天再套两万多 好 拿个凳出来坐吧 坐家里 坐外面 嗯 好了 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山顶上的窑洞 这个不是窑洞 是房子为什么要建成窑洞呢 窑洞乱活嘛 董大夏凉嘛 不是 你这个不是我们南方的平房嘛 你又不是掏那个山里面那个 它是拿石头做的嘛 是啊 山里面那个是拿土做的嘛 对啊 这是拿石头做的 那为什么要做成窑洞呢 不做成平房嘛 窑洞没有就乱活嘛 这董大夏凉嘛 哦 这个夏天的话家里就给个夏天 明白了 那平地上他们住的也是窑洞 嗯嗯嗯 下期再见 拜拜